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市场分析员小桃 我又来了 今天美股盘中也有一波骗炮的一个行为 本来今天的上半场以为可以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日内V型走势 结果到了今天下半场五盘的时候 因为英国央行的一句话 直接把美股的话也往下砸 他今天到底说了什么是我们今天 这期视频要聊的内容之一 然后整件事件 英国央行的一个救市行为 在今天北美的一个凌晨 其实又得到了一个反转 可能也稍微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现在盘后美股的话是上涨 能不能持续不知道 但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点点反转 然后昨天正好有小伙伴 希望我公开一下我油管后面背后的一些数据 其实没有问题 我今天做了一下总结 然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包括现在华尔街对于谷歌在YouTube上 这一块业务三季度的一个预测也出炉了 然后我一起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吧 先说一下明天有基本上两组数据的 第一组数据PPI PPI这一组数据其实还好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应该是 美联储上一次开会的一个纪要 那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那首先市场要怎么去解释 这一个纪要解释为那纪要是偏鸽派的 或者偏鹰派的 这这这都是可以的 那市场想要去涨 那他就可以给你编一个故事 那告诉你纪要的话非常非常鸽派 实际上想要他去跌的话 那也可以告诉你纪要的话非常鸽派 那但是如果稍微站在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一份纪要的话 我觉得他那纪要的内容应该比现在美联储所释放的一些信息相对来说会偏偏鸽派一点 为什么那因为美联储现在非常明确的知道他们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去打压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 那如何去打压他们一定是 那挑他们上一次开会里面 或者他们上次会议里面最鹰派的那一部分 那来向整个市场上去沟通 那从而达到他们的一个目的 因为他们现在非常清楚 那么一旦他们向整个市场上透露一点点鸽派的一个信息 市场上市场就可以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 然后拼命的往上去爬 那所以美联储不会给这个机会 那但是在他们的一个纪要里面 那应该会反映出一些可能偏鸽派的一些讨论 那在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之前 那各位CEO记得先点一下你们清醒的赞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英国央行这一次救市的一个后续 或者说是一个收尾 那不是非常清楚 那这一次英国央行整个救市过程的那些小伙伴 那可以去看一下 那现在画面的一个右上角 我会把那前两期视频的一个连接放在右上角 我们还没有看过小伙伴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新闻 那今天英国央行的那总督叫贝利这个人 那他说英国央行承诺在周五结束 英国国家的紧急购买计划 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参与者 特别是养老基金 他们还有剩下三天的时间去平仓去降杠杆 那因为他的这一句话 英镑的话也跌破了1.1美元 那甚至于因为他的这一句话 美国股市的话开始下跌 那我和大家稍微那总结一下 这背后的一个机制 那简单来说 为什么英国央行要选择救市 那因为英国有很多的养老基金 那他们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用了杠杆 那为什么用杠杆 那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们其实也是被动 那因为在过去十几年以来 整个债券收益率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所以这一类养老基金 他们被迫要去提高自己的一个风险 那同时为了缩减债务和资产之间的一个九七风险 那这些养老基金选择去用杠杆 那而他们用了这个杠杆的一个后果就是 那如果说长期英国的国债 比如说三十年英国的国债 那经历了在过去两三个星期的这一种波动 那比如两天内上升八十多个基点 然后三天四天内上升一百多个基点 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波动之后 那因为这一类养老基金他们带了杠杆 那么而他们杠杆的这个仓位 现在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浮亏 那而我们知道 那如果用过margin那些小伙伴都知道 那如果你用了margin 那而你整个账户的一个浮亏又非常大的话 那你的一个券商就会要求我们什么 我们说的一个margin call 那券商就会要要求我们去补仓 那或者说被迫卖出自己手里的一些仓位 那所以对于养老基金就是这样 那因为他们这一个对中仓位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浮亏 所以他们受到margin call 那他们需要进行补仓 他们补仓的一个方法 其实是卖出一些流动性非常高的一些资产 那比如说英国的国债 而如果一部分的养老基金开始卖英国国债的话 那就会再次导致英国的国债的一个收益率 继续往上飙升 那这个收益率继续往上飙升的话 就会导致有越来越多有更加多的养老基金 他们会被迫有这个margin call 所以他们会被迫买出更加多的英国国债 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负面的一个无限循环 那所以英国的央行决定进来选择就是给整个市场去提供这个流动性 其实提供给谁就是提供给这些养老基金 让他们干嘛让他们赶紧去平仓那赶紧去降杠杆 那而且是当这一类养老基金 他们真的在降杠杆的时候 那他们其实不单会卖出英国的一些国债 他们还会卖出其他的一些资产 那比如说一些私募的一些投资 比如说一些股市的一些仓位 那因为股市这个流动性其实也很大 那所以对于很多基金来说 那在他们需要集资的时候 需要有现金流的时候 大多数的时候第一选择其实是债市 特别是国债市场美债啊欧洲债券啊英国国债这些都是流动性最高的市场 然后第二个选择的话其实就是股市 然后其实如果这一类基金公司 他们其实不加杠杆的话他们真的没事 那为什么不加杠杆的话 那其实因为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 那对于很大一部分的那一类公司 那他们长期的一个债务下跌的一个速度 其实比他们长期的那资产这一个下跌的速度的话要大 那所以从整个基金嘛 长付能力这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是长期的收益率上升 其实对于他们是有利的 那之所以会造成今天一个局面 就是因为他们加了杠杆被迫平仓 被迫去那实现这一个交易上的账面亏损 那所以当我今天看到这条消息之后 那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那其实应该是英国央行 他们可能和很多的一些养老基金在进行了沟通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得到的一个讯息是这一类养老基金应该 那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那降了很多非常多的一些杠杆 那包括已经攒够了很多的一些流动性 那所以英国央行 那只需要再保持三天的一个流动性就OK了 那这是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第一反应 那然后这张图就是那英国30年国债的一个收益率 那今天受盘的话在4.8 在昨天视频里面我就和大家说 我说那感觉英国30年国债 那这一个收益率已经慢慢又要去破前面的一个新高 那这其实意味着 那么这一部分养老基金 那么他们长期国债的这一个头寸 仍然是在亏损 那么而且这一个账面上的一个浮亏的话 仍然是在增大 那因为收益率一直在飙升 但是同时为什么收益率在飙升 非常有可能 那他们是在迅速的一个去杠杆的一个过程之中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央行背后一直在买 那么但是这一个收益率的话一直在飙升 那这说明卖盘的一个数量 比英国央行买盘的这一个力量要更加大一点 那所以在一切看似都已经成定局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三天时间 星期有的话就结束这一个短暂Q1的一个过程 那结果那在今天美东时间凌晨又出来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截图里的这条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那他们放出了一个消息说 英国央行私下向银行家暗示可能延长债券购买期钱 那就是因为这一条新闻 现在还没有确认啊 那这只是英国金融时报他们释放出来的一个消息 那就因为这一条消息啊 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里英镑的话得到了一个飙升 看到这一条消息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想这真的是很来回哥 那不过那这背后起码说明一点就是整个 那金融环境的一个稳定即使在高通胀的一个情况下 那如果说那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央行或者美联 那他们看到整个金融系统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那他们一定会进来就试那来保持这一个金融稳定 那然后我们来看下面一条新闻 那这条新闻其实昨天呢我没有时间讲 那这条新闻主要讲的是那为什么现在美国国债变得缺乏流动性 那和我们现在看到那么高的一个波动性 那主要其实有三方面那第一方面是那从买家这个角度去看 现在美国商业银行的话有缺席那什么意思 或者为什么那主要的一个原因或者部分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美联储现在正在把reserve 从整个金融系统中的话抽掉 那所以银行的话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捉襟见重 那这是第一股买家现在不在了 然后第二股买家就是外国的央行 现在的话都从原来的买家变成了卖家 那为什么外国的央行现在变成卖家 那这个原因其实我在前段时间有做过一个推测或者猜测 那因为那外国的央行为了降低美联储政策 对其货币的一个影响 那因为现在美联储政策非常鹰派非常激进导致美元高涨 那而美元高涨相对应就是其他国家货币的一个相对弱势 那从外国央行或者其他国家央行的这一个角度去看 为了阻止本国货币继续贬值他们就选择要买入本国货币卖出美元 那而大多数的情况下对于这一类外国央行来说 他们这个美元都是以美债的一个形式所存在 所以卖出美元的话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买出美国国债 那这其实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了 为什么这段时间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其实也是有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因为外国的央行的话也一直在卖 那然后就是第三点那从日本的养老基金和受险公司 这个角度去看啊他们其实以前的话是一直比较青睐 美国作为他们长期收益率和安全的一个稳定来源 那但是现在的话美债对于日本投资者来说吸引力并没有非常大 那为什么我们来看一张图那下面这张图三条线 蓝色这条线是10年美债的一个收益率 那然后白色这条线是那10年日本国债的一个收益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收益率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那但是对于很多日本的养老基金啊或者受险公司来说 他们其实不愿意去承担这一个外汇风险 那如何去减低这一个外汇风险 他们就要对这一个那外汇去进行一个对冲 那所以如果站在日本养老基金和受险公司的这一个角度去出发 那他们同时购入10年美债 然后对于美金和日元去做一个对冲的话 那做完对冲之后 美债的一个收益率就是紫色的这条线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当紫色这一条线高于白色这一条线的时候 那就是美债的话更有吸引力 而当紫色这一条线走到白色这条线之下 那就是日本本国的国债其实更加有吸引力 那所以这篇文章主要是从这三个角度出发 去解释为什么现在美国的国债变得缺乏了流动性和我们看到非常高的一个波动性 那最后的话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频道的一个独家数据 其他频道肯定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自己油管背后的一个数据 那昨天有小伙伴让我再分享一下那我没问题 我做一下总结嘛 然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我想强调一下 这只是一个数据的一个节点 那对于啊谷歌这个财报有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引不见得 那但是起码可以从一个节点可以看出来 那整个广告业务或者整个广告市场现在到底是往向上的一个趋势 在保持一个啊低位的一个横盘还是说越来越差 那首先这边是四个季度的数据 Q4上一年Q4然后今年Q1Q2和Q3 那然后我这边有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我总共的一个营收total revenue 那第二组数据的话是rpm 那rpm是每1000个点击量 那作为一个博主我可以获得的一个营收 然后我所有的一些数据全部是以Q4的一个指标 那去做一个base去做一个基础 那所以Q4的话就1 那然后这边负的31%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那我个人频道Q1的一个营收 比起Q4比起上年Q4的话就是下跌了31% 这是一个环比的一个下跌 那我觉得其实看营收的话可能不是非常准确 因为营收的话也取决于我做了多少视频 然后视频的点击量有多少 那主要我觉得看一个rpm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参考 那因为rpm可能是反映整个广告市场的一个到底是在放缓 那变好还是变差 那么所以从rpm这个角度去看Q1比上Q4的话是下跌了25% 然后Q2比上Q1的话 继续下跌了23% 然后去看Q3的话Q3比起Q2的话其实也是继续下跌 但是下跌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下跌了7%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YouTube在过去几个季度 那他们实际的一个表现和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其实那YouTube这一块的一个业务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第四季度的话稍微低了那么一点 括号里面的话是实际的一个数据 然后括号外面的话是市场对于那YouTube这一块 那业务的一个营收预测 那然后Q1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miss 市场预计的话在7.4个billion 然后实际数据只有6.9 那Q2的话也是一个miss 但是Q2miss的话相对说少一点 那不过如果我们把Q1Q2和Q3全部放一起去看的话 市场对于YouTube这一块的一个营收业务预测在7.4 7.49和7.5 基本上是三个季度的话都是持平 但是如果从我个人那个数据去看的话 第三季度的一个增速看环比的话 那起码比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要稍微好一点 那所以还真有那么一点希望 那在YouTube这一块的一个业务 第三季度有可能会比市场预计的话要高 那其实我这边说的只是有可能 那因为那其实我没有没我没办法看到的是 那YouTube他们在那长视频和他们短视频这边 那广告业务的一个分配 那因为我这个频道的话只有长视频 我并没有短视频 那这可能也是比较好的去解释了 为什么我Q2的话环比增长会有23%的一个下跌 那但是那从营收这一个角度去看 那YouTubeQ2比Q1这一个环比反而是有增长 好吧所以总体而言那我个人那个感觉 也从广告业务这个角度去看啊 Q3广告业务和Q2去比的话 基本上算是一个持平 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 那7月份和8月份其实比较差 然后9月份其实有一个pick up 我相信大家其实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9月份有很多汽车行业 他们选择做广告了 包括有可能也和啊 接下去的一个holiday season是有关系的 那所以过广告的话就先打起来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有帮助 那最后各位CEO别忘了睡前仰称点赞的好期观 我们明天见 240 contenu 435 5 6 中文字幕——YK